市中心冒出濃濃黑煙 救護車鳴笛聲不斷 黎巴嫩貝魯特10號 再遭以色列空襲 造成二十二死一百一十七人受傷 是以色列九月加強作戰以來 傷亡最慘重的一次 建築被炸爛水泥石塊散落四處 大批消防救難員和居民 試圖從瓦利堆中找尋生還者 黎巴嫩媒體報導 被鎖定的分別是兩座八層 跟四層樓高的建築 被魯特市中心三度遭攻擊 英國BBC甚至報導 有許多外籍邦庸透露 在飛彈轟炸時 被雇主鎖在家裡逃不了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統計 黎巴嫩約有十七萬名 同一時間聯合國鎖 黎巴嫩臨時部隊位在南部納古拉總部的 哨塔被以色列坦克開砲擊中 維和部隊人員受傷 幸好傷勢不嚴重 參與維和任務的意大利 表示襲擊不可接受 已向以色列提出抗議 不過令人擔心的事還在後頭 伊朗日前對以色列發動飛彈 襲擊後以色列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回應 但美國多家媒體報導 以色列安全內閣十號晚會召開會議 就如何回應進行表決 市場擔心以色列下一步 可能會攻擊伊朗石油設施 影響全球供應消息 第一出國際油價標準 以色列有報導分析 若伊朗油設施被攻擊生產中斷 將重擊大買家中國 伊朗有約九成的石油出口到中國 報導指出儘管石油輸出國組織 可以迅速填補攻擊造成的供應損失 但產能設施大多位在波斯灣地區 這些國家現在也擔心捲入戰火 自家油田被波及 正在遊說美國別讓以色列炸伊朗油設施 而若油價飆漲至每桶一百二十美元 也將影響美國大選選情和經濟 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日前就和沙烏地阿拉伯王 除薩爾曼會面討論中東局勢 阿拉奇說若是以色列攻擊伊朗時得到任何協助 那伊朗就無法保證沙國油田的安全 親近沙國王氏分析師表示 伊朗此舉是要表明 若波斯灣國家向以色列開放領空 即使戰爭行為 多方都在為避免情勢再升級做努力 就怕再惡化影響層面超乎想像 華新聞綜合報導